先放在那個講義裡面 所以如果說你要參考 直接可以拿這個來參考 最好是自己重新打一遍 不過你可以這樣做 如果第一次還不知道沒關係 你可以先把程式先貼上去 先亂過一遍 可以說再重打也可以 程式法其實就這麼短一點點 其實主要要記得 上面這一塊 每一題都一樣 然後呢 其實要記的部分 大概是從這邊到這邊 大概十行左右 一題大概十行 十行程式記下來去考試就過了 也不用死記 因為這個地方也不需要去死記 你只要知道那個邏輯 你要跑過 基本上不用死記 那我們怎麼去做這個動作 首先呢 你們先把這個程式的部分先貼上去 或者直接先從End If 一直到上面這地方 可以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呢先把它貼上去 先試試看 這個結果到底是怎麼樣 那我大概解說一下 就是說 這邊有三個步驟 我習慣是這樣來理解 就是說 在寫程式之前 你可以先把中文的 到底要表達的是什麼 先寫在這裡 那其實它 執行之後呢 會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 怎麼樣從A磁碟去把某個檔案讀出來 我們可以用Open的指令 到A磁碟底下去找到這個檔案 然後把Import到哪裡呢 這個記憶體的某一個緩衝區裡面 那有點像O的一個位置 也就是說把檔案原來在硬碟裡面 讀到記憶體上去 上面會有個編號就是1號 接下來的話呢 把它Import 用Import的指令呢 再從什麼呢 記憶體裡面 去把它讀到N的這個變數裡面 N的變數裡面 最後再把它Close Close就把它關掉了 也就是說 我只要讀到裡面的資料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部分就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呢 取得裡面的數字要怎麼取得 我們可以透過那個MOD MOD MOD就是說呢 我可以求它得到余數 比如說我今天呢 假設 它原來的號碼 12321 可是這樣其實不好理解 我建議你們可以改一下 把那個裡面的檔案改成123456好了 這樣會比較好理解 那如果今天我MOD 10 什麼叫MOD 10呢 就是我今天123456 除以10 余數多少 123456好了 123456 六位數字嘛 就是12300 12300 應該是123456 然後呢 除以10 余多少 余6嘛 對不對 那余6 也就是我的 第一位 就是多少 第一位數就是6 對不對 那第二位我怎麼處 所以底下 接下來就是說呢 這一行表示就是說 我要把 這個6給去掉怎麼做呢 這邊注意喔 這邊我直接用斜線10 結果呢 回穿回來就會變成多少 這個M呢 就會變成1 2 3 4 5 6 就不見了 那我們就取得D嘛 對不對 接下來呢 我再回圈 回回來有沒有 不過我要判斷什麼呢 如果M等於0 比如說M已經沒有了 我就不能再繼續 再繼續回圈 如果M等於0的話呢 我就跳台回圈 也就是form 那 如果他不是0的話呢 那我就直接再回到前面 那這邊回圈的數量 99 其實你可以少一點 沒關係 就怕說他到時候數字太多 那這邊再繼續回圈 如果M的10 1 2 3 4 5 如果M的10 就是除以10的余數多少 就是5嘛 對不對 所以就取得第二個數字 就是5 對不對 然後呢 再來這個動作 再把5 給什麼 去掉 再來往這邊 有沒有 再來就是4 3 2 1 所以我最後取得的 就是我要的結果 那我要的結果 如果說呢 假設我倒過來的結果 減掉這個0 你看 我輸出結果 在Label1.caption裡面呢 就可以把結果 告訴他說 你這個是什麼 你這個是什麼